欢迎收看游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我们先来看上一次 这个留下有关轴对称和点对称的问题 是不是正N边形都是轴对称图形呢 那这一题的答案不是 要这个 来看第三题 正O边形的话 轴对称 是 但是下一题就不是 是不是正N边形都是点对称图形呢 不是 那正O边形的话呢 都会是点对称图形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比如说五边形的话呢 你看你就找不到 找不到它的对称 应该说它的对称点一定在中间 那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翻转之后不会一样 或者我们说这个 做对称点出来 它的点其实会跑到图形外面去 所以它不是点对称图形的 那属于点对称图形的有 这个 这一个 四边形 六边形 这个也是点对称图形 星星也不是 那这个也是 那属于轴对称图形的呢 就这些都是轴对称图形的 都是走对称 都是走对称 然后 我们这 这个 我们这一集呢 要介绍的是 角平分线 我们上 在上上一集介绍的这个是中垂线 这个是我们这一 这个单元最核心的两个姿势 一个中垂线一个角平分线 中垂线呢 它是把一个线段 平分 终点 从终点这里平分 而且它会终点这里它会垂直这个线段 叫中垂线 那角平分线呢 就是说你这里有一个角的角度 我这条线会成功的把你切成两个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好 既然我 既然我会是你的角平分线 如果我今天有这条线 那如果说这条线呢 它就是这个角A的角平分线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 它会有这个特色 以角平分线为轴呢 可以在这个夹边 以角平分线为对称轴 它会对称过来这里 你看我们之前讲到这个 怎么样的话会有等角呢 就是说折叠的话就会有等角嘛 所以既然你这两个角是一样的 代表你以中间这条轴当折线折过来 那上面这个底边会盖到下面这上面来 换句话说呢 这个轴线是这个角的对称轴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对称轴怎么做呢 对称轴用中垂线做 也就是说我要去找到这个 如果我已经知道这里跟这里一样长的话 那也就是它到时候折过来 如果我已经知道我这里有点B和这一点C 我已经知道这一点B跟AB跟AC是一样长 那就代表说我到时候 如果你这个是假评分线的话 那其实我用你当折线折过来 我的B应该会落在C上面 然后换句话说 你的对称轴应该是我B和C的中垂线 这样有懂这个道理吧 就是说我再讲一次 画大一点 就是说既然你会是我的假评分线 那么我就可以拿你当成折线 把我这个角折下来 那这样子我的这一边会跌在这边上面 这点应该不难理解 那既然如此你是我的折线 我可以折过来 那这个其实就是轴对称 那所以说如果我今天已经知道我这里有点B了 那如果你是我的对称轴的话 我折过来它应该要刚刚好会跌在 我以AB为长度的话 这里刚好跟它一个一样长的C在这里 那这样以你当对称轴 B会折过来 换言之 我已经知道AB和AC一样长的情况下 你的这一条线 应该要会是我的B和C的中垂线 那所以它做图的步骤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呈现出来 首先你要先去找到 在这个边上找到两点B和C 使得AB会等于AC 那这要怎么做呢 那这要怎么做呢 再换一个图 再换一个图 我要让这一点AB会等于下面的AC的话呢 这我们之前就做过 利用原规 怎么样 以A为原心AB为半径 那因为并没有限制B一定要是哪一点 所以我们会写说以A为原心 任意长为半径 画一个图 这个图交 两夹边于BC两点 OK那现在这样子的话 AB就等于AC了 那于是我把A B A C如果连起来 我再去做它的中垂线 这样子就完成 可是事实上呢 诶我不用连起来啊 为什么 因为做中垂线的话 有没有那条线都可以照做 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分别以BC为原心 适当长度为半径 有没有 画两个弧 这样子 那画两个弧之后呢 比如说 画一个弧 画一个弧 大概在 这里 好 大概是我现在画的橘色的这一 咖啡色的这一条 那这一条呢 就会是BC线段的中垂线嘛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如果 如果说老 老师愿意接受啦 你也可以怎么样 说以A为原 西式当长为半径 画幅 交两夹边于BC两点 然后你的第二步就是直接写 做线段BC支中垂线 那其实这样也是对的 就是说看老师愿不愿意接受说 你已经懂得中垂线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步骤直接讲 就是说我就是做中垂线 然后留下适当的尺规做图痕迹 这样就可以了 你这条线也不一定要拉 那 但是在这里讲第二点 就是说你做出来的这条线呢 它一定会通过A 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说明过了 因为AB等于AC嘛 所以A一定在中垂线上 所以其实换句话说 你当初这两个叉叉呢 你只需要留一个就好了 就是你交出一点之后 因为两个点决定一条线嘛 所以你交出一点之后呢 把它跟A连起来就好了 那我再来说一次整个过程 以A为圆心 适当长为半径 画幅交两夹边于BC两点 然后分别以BC为圆心 适当长为半径 大于1 2分之1BC长为半径 画两幅交于D点 连接AD几位所求 这样 那这个就是中垂线 这个就是脚评分线 它就会评分这个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BC线段的中垂线嘛 所以B折过来回到C上面 那这样这两个脚就会一样 那很多老师他在介绍 中垂线后脚评分线的时候 因为习惯上 大家已经习惯了 用我们后面会学的三角形全等 去证明了 那变成说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找不到方式去证明它的话 大家就不证明了 就是叫学生照着做 那所以我在设计这个有熊老师的课程的时候 特别排了一个顺序 就是说 你看我们先交点对称 先交点对称 轴对称 对正轴的概念的时候 顺便交中垂线 然后中垂线交轴对称 然后用中垂线和轴对称 来说明这个脚评分线 用这个角度去说 为什么这样子做 这个就会是脚评分线 这样子 OK 所以呢 脚评分线呢 它这个线上的任意点 那 如果我就把BC连起来的话 如果我就把BC连起来的话 那这里是中垂线嘛 这样可以吗 所以脚评分线的一个特色 就是如果有一条线它是垂直这个脚评分线的话 像BC这一条的话 那这两个就会等长 这是一个特色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脚评 这句 如果直线M垂直角A的评分线L 与BC 垂直在 以它上面 以这句话来说 我改这句话 直线 如果直线M垂直 以于X好了 这个X 然后会交角A的两夹边在B和C两边 则这个 BX会等于CX 对 这样 大家把这句话写起来 这么一回事 这样可以吗 然后呢 脚评分线上的任意点 到两夹边等距离 这一句是重点 也就是说我脚评分线上的任何一点呢 到这两个夹边都要会等距离 那 在还没有办法用全等来证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嘛 其实这个脚评分线是这个脚的图形 如果你截等长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要后面这里 或者说你无限延伸也可以啦 不管你是把后面截掉还是把它都想像无限延伸都可以吧 那其实脚评分线是这个图形的 这个对称轴嘛 那既然是对称轴 比如说我今天上面任何一点 这个Q好了 Q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这里连过来 这里连过来 其实它还是会是对称轴嘛 那上面 上面这个ABQ这个三角形 它的面积是AB乘上高 啊这个高哪来的 这个高就是你要把AB延伸之后 从Q点做它的垂直距离 这个是它的高 下面这个ACQ它的面积是AC乘上也是它的高 也是它的高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是对称的 所以我上面这个有画斜线的ABQ 跟下面ACQ这一个白的 这一个三角形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大 事实上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三角形 对不对 那一模一样的三角形 AB会等于AC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个高会一样长 那用这个方式就可以推论出来 脚评分线上的任意点到两夹边的距离都会相等 那这个是我们在目前一个学期上非常重要的关键 这样可以吗 这个是做脚评分线 然后要来这个补充我们在学完做中垂线之后的几个类似但是有点不一样的情形 比如说过线上一点A 那这个A没有刚好在中间 事实上我这条直线应该是无限延伸的 就是某一点A 那我要做一条线它会过这个A 而且垂直这条线 那怎么做呢 这个前提就是说你要对中垂线的做法够熟悉 那一般来说学生都是够熟悉的啦 所以只要再稍微提点这个思考的路径 不是乱做 但是说我今天要做中垂线嘛 那我随便点两点 学生都会有这种坏习惯 就是他会把这个问题想成 我记得中垂线有没有 两端点有没有 两端点 然后怎么样 适当长为半计画弧 但是你画出来的弧呢 比如说这样子这条线 太长了 不好做 比如说这条线 对不对 那这条线的话我上面有一个点 我故意把它点到这边来 P 我要过这个点做它的垂直线 做这个局限的垂直线 局限叫L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说学生都会有一种坏习惯 他就想说那我就这样子 对不对 两端点 适当长为半计画弧 那这两个弧呢 交于两点连起来 垂直平分 几位所求 但是怎么样 没有过P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要过这个点 刚刚叫点A 就是我们应该要过这个点 结果你没有过 那怎么办 不是交差了事 不是说我画好了 那你没有达成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要过我这个线上的一点 然后做会垂直这一条的 所以从刚才的这样子的示范 我们就知道说你抓两端点 做的不见得会过A 它会评分这个线 到底没有出来 可是我的A偏在旁边 它没有在正中间 对不对 而且其实我这个是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 我这个是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 那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说那如果我随便取两点呢 看起来好像是 对不对 这样子做就会过A吗 你做中垂线是一定会垂直平分 你取这两点的这个线段没有错 可是它不见得会过A 那所以怎么样 关键就在于说 没有错 我们要取两点来做中垂线 但是这两点呢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A一定可以落在它的中垂线上 那A要会落在这两点所做出来的中垂线上 那我想应该是因为A点到这两点等距离吧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让A点到这两点等距离呢 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 我们如何去让学生一步一步的掌握到说 我要去如何记住这个步骤 过线上一点A 你随便取两点是不会过它的 所以我取的这两点 中垂线要会过A A要在这两点的中垂线上 所以A应该会到这两点等距离 那我要怎么样让我取出来的两点 跟到A的距离是一样的呢 用原规 用A为原心 适当常为半径画符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可以说这个 你可以故意画 如果你有原规的话你就画这样子 那就可以证明 这样子交这个直线L 交直线L 与XY两点 那么此时呢 AX就会等于AY 如果你们老师要你们写这个 做图过程 就是把我刚才讲的话写上去 以A为原心 适当常为半径 画符 交直线L 与XY两点 此时AX等于AY 那这个时候AX等于AY的时候呢 做XY的中垂线 做XY的中垂线M 则M必过A 你可以这样写 或者你就麻烦一点 再以这个XY 分别XY为原心 大于AX为半径 或者说适当常为半径 画符 那这一次我们只需要交一点就好了 这两个符交一点就好了 因为另外一个点是A嘛 连起来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条线它会是XY的中垂线 它又会过A 那它就是一条过A 过线上一点A且垂直M的直 且垂直L的直线M 你要懂啊 那如果我是要过线外一点A呢 哇 我这个A点得太多 印出来的时候印太边边去了 如果我是要过线外一点A的话呢 那其实跟刚才的模式一样嘛 我们在很快的 跑过一次这个思考的流程 就是说我如果随便在线上点两点 那点这两点去做中垂线 做出来要是没有过A 那就没有用啊 所以我希望我点出来的两点 它的中垂线一定会过A 也就是说A应该要在这两点的中垂线上 也就是说A应该要到这两点等距离 用原规 以A为原心 适当缠为半径 就是要超过它的这个距离 适当缠为半径 画幅 交直线L于xy两点 那再做XY之中垂线 或者你说分别XY为原心适当缠为半径 再画两幅交一点 那把那一点 我们一般会把那个交出来的点都命名一下 所以比如说这一点可以命名为B 然后把那一点跟A连起来 那么这一条直线M 这一条直线M 过A点又会是XY的中垂线 所以他就是过线Y一点A且垂直L的直线M 这样子 那有提到说只有太阳会 太阳这种恒星会发光 那为什么呢 其实应该说为什么它可以发光呢 大致上可能小孩子都有听过这件事情 就是太阳的光是荷融合反应的 那什么叫做荷融合呢 因为我们到国二下的时候其实已经上完了这个化学元素的这个部分了 那应该也正在上或已经上完这个 这个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速率 那我在教反应速率的时候呢 我都会讲这么一句话 我就是说这个 反应速率会有那个反应平衡 问平衡会往哪边走 我说天之道呢 损有余而补不足 这个应该是道德经上的一句话 那也是这个社雕英雄传里面 九阴真经开头的第一句 我想没记错的话是 那这什么意思呢 老天爷他的道理 这就是道家思想 道家是务虚的 人家是务实 作文要脚踏实地 道家是务虚 就是说道家思想喜欢虚 喜欢缺 大臣若缺 喜欢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老天爷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多了 他就会把你的多的拿走一些 如果你少的话 他就会帮你补一点点 比如说山很高 所以山的石头就会往底下滚 比如说海很深 所以水流就会一直填进去 这个是道家的思想 所以自然界的道理就是要去平衡 但是这个说法 其实跟目前当代的物理或化学的一个观念是很融合的 这个叫做热学的第二定律之类的 就是自然界的反应会去追求最大乱度和最低能量 这个是目前的理化的论点 那应该要说最大乱度就会是最低能量 也就是说你要把一个东西 你要把一个东西维持在一种很整齐的状态 或者说要把它维持在一个平坛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高峰的状态 是难的很难办到的 很难办到的话 你如果办到了 那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比较高的能量在支撑的这个状态 那自然界的反应就是他不喜欢这样 他会慢慢的让你把这个能量释出来的过程中 你就会摊平了 那举例来说 其实我们的所有化学反应都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碳跟氧 碳原子跟氧原子所处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碳分子和氧分子 这两个状态比起另外一个状态叫做CO2 比起来这个是比较低能量的 也就是说这个跟这个 他们两个碰到面了之后却不结合起来是难的 是一个比较很活泼的状态 他就是希望把这样子的状态 他里面其实蕴藏的比较高的能量 他其实要把这样子的能量释放出来 把能量释放出来之后 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低能量的状态 变成CO2 所以碳加氧就会燃烧 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氧化还原是放热反应 然后这个自然界会发生的反应 大部分都是放热反应 那自然界的道理就是要去把东西变成低能量的状态 那这跟合荣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当两颗原子 因为我们已经学过这个原子说了 所以对原子的结构大概的大致上的概念 当两颗原子比如说氢 他有一颗子子和一颗电子 当两颗原子靠得很近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会一开始会结成一个分子 因为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氢原子 这样子碰到面却不黏在一起的状态 其实是比较高能量的 比起他们两个黏成一个氢分子来说 这个能量更低 所以他们两个碰到面之后就像磁铁一样 会自然的吸起来 吸起来之后变成氢气 那会放出一点点的热能 放出一点点的能量出来 他喜欢停在低能量状态 这个就是低能量状态 但是如果你再挤压他呢 如果你再继续挤压他的话 如果你再继续给他能量的话 他被你挤挤挤挤 挤到我原本有电子绕 这里原本也有电子在绕 然后我们两个已经靠近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叫 是凡德瓦利吧 就是电子 直指跟直指中间有一个抗拒结合在一起的力 减并力 抗拒减并的力 他就会去抵抗你 他不想要靠近 但是如果你的挤压的力道太大 你就一直挤他 一直挤他 挤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不如就不要当轻好了 就干脆黏在一起 那如果有两颗 他一开始是三颗 三颗黏在一起 然后会再跟第四颗黏 就是你一次挤四颗轻的话 你一次如果挤两个轻分子的话 你最后就会把他们全部挤在一起 挤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不当轻了 他们会释放出两个电荷 这样子的话这个会变成是 有两个直指两个中指的 这个就变嗨了 这样子 本来轻跟轻碰在一起 变成轻气 这样就好了 这样是非常低能量的状态 但是 你如果有太阳那么大颗的话 因为你的轻气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说他每一颗都已经碰得紧紧的之后 你的那个万有引力 大到超过他想要抵抗的力 就像我今天拿两颗鸡蛋 我们拿两颗鸡蛋握在手心 你一开始 我没有办法真的拿鸡蛋来做示范 因为会弄得满手都是 我拿两个笔盖 你拿两颗鸡蛋握在手心 你一开始捏他 靠近靠近靠近 他会被你最后东西碰到 碰在一起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再更用力呢 你就把他的蛋壳压爆 然后他这两颗氢 他们的原本的这个星就被你压爆了 压爆两个氢分子就 透过一定的过程就会变成害 也就是你要有这么大的力 才可以压爆氢的壳 那就是当太阳他们有这么大的力的时候 那么大的一颗氢气球 他的万有引力就会够大 大到去发动这个 挤爆他的壳的这个反应 于是就会有核融合 那我们刚刚讲 这整个过程 天之道 孙有余而不足 他在往低能量的壮带跑的时候呢 你一挤爆他 核融合自然的反应 就放出了大量的能量 那于是就发光发热了 那这是这一次的作业 都是在判断点对称跟走对称的图形 有过线外一点做垂直线 和线上一点做垂直线的 他们节课就到这里